穆斯林同胞即将迎来摘戒约了 不少的人工作时间都会调整 大道公司就估计这段期间 下班车潮的高峰期将会是傍晚的5点到6点 当局将会采取多项的措施来舒缓车潮 南北大道公司就透露说 根据往年摘戒约期间的数据来显示 傍晚5点到6点是路上交通最繁忙的时候 因此摘戒约期间 民众应该做出妥善的安排 避免受困车龙 届时大道公司也会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交通顺畅 例如下午4点半之前 所有的道路工程都必须要停工 以及在收费站增加人手 在必要的时候向车主提供援助 大道公司就提醒用路人 在出发之前一定要确保一处急通卡 或电子钱包内有足够的金额 民众也可以通过大道公司的手机应用程式 或者是S平台等等多种的管道 来掌握最新的交通情况 本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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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書来自然刻刺激 pouvk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